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是小咪 傳說以來一直有一個說法 鬼魂接近的時候 周遭的空氣就會突然變冷 小咪有類似這樣經歷過嗎? 有 周圍會感覺比較冷 你會有體感 會有莫名的害怕感覺 但是就是沒有實測過 那個冷是真實周圍的人 還是就是他讓你體感會冷 然後我自己也有一次經驗 但我那次的經驗比較特別 是因為我去綠島的燕子洞 那那個時候 我們步入燕子洞的那個海灘 實行場的周圍的時候 我竟然那個時候 竟然不是感覺到大家所謂的冷 我竟然是感覺到熱 那可是大家也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我們去新竹 一個某一個靈異定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也是感覺到冷 我們不要逃到對象的頂端了 剩下 最後幾步 對 有有有有 對 這裡這裡有很多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是熱還是冷 又或者是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影響 我們沒有辦法很具體的得知 所以呢 這一集我就準備了一個溫度計 然後我想要用它來實測看看 我們去四個不同的民意景點 然後去到那四個景點 分別做不同的朝靈的儀式 就是我們看看坐之前跟坐完之後 那個環境周遭的溫度會不會有差異 以及我們第一剛會不會覺得冷 好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第一個地方呢 就是對 我之前來這邊拍過新開隧道EVP的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要走進這個隧道裡面 做不要在室內蹭雨塵的傳說 在那邊帶來看 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對 我現在就走進來了這個 新開隧道裡面 現在的溫度是26度左右 大家記得之前這邊的題材 都換新了嗎 上次有做記號 之前那邊 可是現在也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找一個砸刀棚 挑戰撐傘 看溫度 這邊這個隧道炸到 這裡現在這裡的溫度是27度 對有一點 算是有一點炎熱 話不多說 直接來加 溫度計已經放在那邊了 小咪他在人房那裡等我 以前他也有在這邊看過一個 姊姊 以前也有在這邊看過一個姊姊 所以他過去那邊感受看看 會不會再看到之類的 然後我就在這邊挑戰撐傘這個地方說 那現在的溫度計的溫度呢 是你們看到的量 OK那我就準備撐傘 第一 開始 據說室內撐傘他們會有一個 人貝跟緊張 現在呢我感覺 沒有什麼太特意的狀況 玉燈把旁邊很多色經過 所以就會有那種風的感覺 好OK我撐到現在差不多五分鐘了 溫度計還在那邊 我不知道他的精度 但是呢我個人體感是沒有覺得 他有任何變冷的什麼感覺 那我們去驗收 等一下先請 大家看一下 對原來將近30度 好那沒關係我們就前往下一個地點 有什麼發現嗎 我一直聽到腳踏車的聲音 你一直什麼 我一直聽到腳踏車的聲音 在哪裡 在哪裡 所以就是有輪子在轉 欸 沒了 腳踏車的聲音 就是有輪子在轉 真的假的 所以我才想說 是不是你那邊有騎腳踏車 啊我這裡也聽得到 我剛剛那邊我是沒有主意 因為我剛剛在城山 但這邊的確是 我之前來新海這邊 的確是有講到有一個 騎腳踏車的女指揮物士 對 就在這邊 剛剛應該是沒有路到 對 沒關係我們前進下一個點 好 大家好 對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就是 中正區的228紀念公園 那為什麼它叫228公園呢 228公園呢 就是紀念當時台灣228事件 有非常多的受害者 所以在這裡就有成立了一個紀念碑 要來紀念那些逝去的亡魂 也有傳說說 之前在這邊有挖到很多228 受害者事件的殘骸 而就因為這樣子的歷史呢 這個地方 會生會有了一些 都市傳說 我跟小明呢 就要在這個公園 來挑戰看看 底線這個都市傳說 試試看 到底會不會發生什麼事呢 對然後我們的溫度計 現在的溫度 大約是 將近30度左右 比真的非常的熱 跟剛剛新海隧道 也沒什麼差別 好OK來挑戰吧 OK我們在本位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召喚筆仙 然後小明也要跟我一起喊 筆仙筆仙請出來 好 3 2 1 筆仙筆仙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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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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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筆仙請出來嗎 等一下他現在好像怎麼樣都不出來 不然我們直接跟他講 我們跟他們要求我們要一要求 就直接說筆仙 或是在場的說好兄弟 你可以請你幫我們把周圍的溫度降低嗎 如果你在的話 請過來幫我們製作看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們那邊有溫度計 輕易讓他溫度降低給我們看 好 只能跟他這樣要求 我們要把他請走嗎 還是他根本沒來 他現在在幫我們降溫了嗎 應該降溫了吧 好那我們就請他走 筆仙筆仙請回去 筆仙筆仙請回去 好他回去了 OK 好那就這樣 對然後我要看一下現在溫度計這裡是幾度 29加計30 好吧那對那聽起來是沒有什麼變化 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挑戰 往下一個點 觸發看看 好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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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